今天一開始半小時 先來討論一下我們上個禮拜的商戰遊戲 網路價格戰 為了要更簡單的在課堂上分析 我先把這個賽局再簡化一下 我們假設這個市場裡面就只有兩家廠商 N等於二 一號二號廠商 然後他們要賣同樣的產品 單位成本或編輯成本一樣都是10元 消費者的孕婦價格或是從產品得到的價值是100 那我們維持在遊戲裡面的設定 假設 就2400個消費者會出現 此外 我們今天在分析的時候 再多加一個假設 就這兩家廠商他們就只競爭那麼一次 他們可能是哪一天什麼慶典園遊會 他們就開店那一天 他們並不會反覆互動 或者是日復一日的在競爭 上個禮拜我們看了兩種典型的狀況 在遊戲當中 第一種狀況是部分的消費者是精打細算 一部分是忠實顧客 那麼在兩家廠商的情況之下 用我們的數字來算 每一家廠商有600個忠實顧客 我們來思考一下這兩家廠商 他們面對價格競爭的時候 所面對到的這個問題本質是什麼 我這裡再補充一下兩家廠商 他們所要做的選擇 各自是選擇自己的價格 那價格不能是負的 當然理論上你說大家的價格選擇 應該是落在成本跟消費者的怨婦價格 10跟100之間 但偶爾我們也會看到有些組別 或有些廠商是消價賠本競爭 所以兩家廠商同時選擇價格 看不到別人的然後公佈 那麼消費者 忠實顧客去自己喜歡的店買 精打細算的顧客去比價之後來買 我假設這個圖用這個縱軸表示價格100 成本價10元 1號廠商 2號廠商 先說在這個市場裡面 如果只有一家廠商獨佔 他價格會設在哪 他會設在這個100元的地方 獨佔廠商希望把價格拉得越高越好 在消費者還能夠忍受的範圍內 把價格拉到怨婦價格 或者是99.95元之類 如果我們一二兩家廠商一開始都想著 我們盡量把價格抬高 可是出於彼此之間的競爭 他們會怎麼思考呢 我1號廠商可能想說 如果我的對手出價是100 那麼當我降價1元 從100降到99 當我從100降到99 我從我每一個忠實顧客那裡 我從我這600個忠實顧客的每一個人這裡 我損失一塊錢 所以我總共少賺了600元 但是我可以比對手更低價 因此搶到那2400個消費者的一半 搶到1200個消費者 精打細算的顧客 從他們每一個人身上 我可以賺得99元 減掉成本價10元 我可以賺到89元 而從1200個人 所以是值得的 我願意比對手的價格降一點點 或降一塊錢 犧牲了從忠實顧客身上 所能賺得的利潤 為了去搶龐大的精打細算的顧客 所能夠帶來的利潤 那麼如果我會降價到99元這件事情 被我的對手看透了 那麼他可以降到98 我如果知道他會降到98 我會降到97 然後我們彼此消價競爭的這個追逐 就開始 但是在我們這個case 1 有忠實顧客的這個例子當中 價格會一直無限制的往下降嗎 還是說我們價格降到一個地步之後 會出現地板 上個禮拜大家玩過的市場 有每組每個市場有四組六組 我們是三組四組跟六組 我們今天用市場裡面 有兩家廠商來看的話 你覺得價格最低會低到什麼程度 價格不可能無限制的一直往下降 因為當價格低到一個程度 非常接近成本的時候 這些廠商會赫然發現 我是有忠實顧客的 我無論如何 我都可以把價格拉回到高價 然後放棄追逐精打細算 放棄去搶精打細算的顧客 只經營我的忠實顧客 所以大家競價到一個階段之後 我假設存在一個底價X 當我的價格降到X的時候 我突然會發現 即便我搶到了所有精打細算的顧客 但因為價格太低 單位利潤太低 所以我還不如回去高價 只經營我的忠實顧客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假設存在一個價格X 是我未在那個價格搶到了精明的顧客 跟我維持100元高價只經營忠實顧客的利潤是一樣 我假設存在這樣的一個門檻 這個門檻是我消價競爭所帶給我的利潤 即使成功地搶到精明顧客 會跟我維持高價只經營忠實顧客的利潤一樣 那麼如果X是這樣的一個門檻 任何的價格低於X都表示 對我來說是滑不來的 我還不如只固守我的忠實顧客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最低價X會是多少 如果我的價格是X 表示我每賣出一單位的產品 帶給我的利潤是X-10 因為10是成本 在我最順利的情況之下 那麼中時顧客跟我買 然後那50%也就是1200個精明顧客也跟我買 我的利潤是這個 多大的X會讓在這種情況 在我競價的情況之下得到的利潤 正好等於我高價的時候得到的利潤呢 我如果價格設在100 我的單位利潤是100減成本10是90 那假設我就放棄了追逐精明顧客 那我只把東西賣給我的600位忠實顧客 90乘以600是5400 然後我們解這個式子 600加1200是1800 我兩邊同時除以1800 那麼右邊會等於30 最後我得到這個X是等於40 從這裡出發我知道 我們兩家廠商競價 當價格降到這個X等於40的時候 即使我競價成功搶到所有的精明顧客 我的利潤都還只是跟我維持高價 只做忠實顧客的生意是一樣的 那麼表示我們如果繼續競價 讓價格低於40 那麼即便我搶到了所有精明顧客 我的利潤還不如還比不上 我用100元賣給所有的忠實顧客 所以在這裡我們看到 競價會為兩家廠商創造 把價格拉低的這個力量 可是當有人比如說我 你率先把價格降到40元 那麼這時候我要怎麼跟你搶 我如果也把價格降到40元 那麼在40元的時候 然後我們是只有一半的機率 能夠搶到精明顧客 那麼我的利潤的期望值不是現在左邊了 是比他還小 那麼或者是我把價格降到低於40元 滑不來 所以當有人率先把價格降到41 40的時候 可能另外一家廠商就會放棄 對這個精明顧客的競爭 他就回去把價格拉高 說我不需要做這麼大的犧牲去講精明顧客 我把價格拉回100元 可是當我把價格拉回100 如果我的這個思路 我的這個思慮被你看透了 那這時候你也不會維持一個40、41的低價 你會覺得說你回去 你出價99、98 比我低就好 所以在這個版本的網路價格站當中 我們看到什麼 我只要知道對方的價格還沒有太低 我就會努力想要把我的價格定得比他更低一些 然後讓價格有一個往下降的力量 可是當價格降到足夠低 我們之間就會率先有人開始覺得 進價是徒勞無功的 還不如回去很單純的用高價經營好 忠實顧客 可是一旦我們有人開始這樣做 另外一個人也會放棄進價 把價格回去拉高 所以回到事前 我們該怎麼思考這個問題 事前我們會發現 我不太知道價格該定的高還是低 但是我確定一件事情 我不應該永遠固守同一個價格 如果我的對手出於某個原因知道 我百分之百的機率 就會把價格設在80元 那他就很開心 他就出一個78元就好了 或者是如果我們 當然我今天講的是大家這個遊戲玩一次 如果我們是日復一日的進行 然後我每天價格就是鎖定在80元 對手就看穿了 他就知道說之後我價格只要調到比80元低 那麼他就可以搶到精明的顧客 這個情況就像我跟別人玩剪刀、石頭、布 我如果每次永遠出石頭 那多出幾把 對方就知道了 他只要出布就可以贏過我 所以在這個版本的網路價格戰當中 大家是會發現一個特性 第一個 沒有理由把價格出得比40更低 你的價格比40更低的那些所有的價格 都是劣勢策略 因為任何低於40的價格 他帶給你的利潤 都絕對不如你只維持100的這個高價 第一點 所以你的價格可能在40到100之間 第二點 在40到100之間的這個範圍當中 你需要做的事情是 不要讓別人有辦法 事前預測你的價格是多少 不要讓別人有辦法 預測你的價格是多少 那換句話說就是 為了要做到這件事情 大家可能會發現 我需要有時候高價 有時候低價 有時候在高價當中 我稍微低一點 有時候在高價當中 我低很多 但是我不能夠長期的 持續的 永遠只維持在一個單一的價位 網球發球 或者是棒球的投球也是一樣 我不能夠讓打者 能夠準確的 成功的預測到 我會投內角還是外角 我會投快速球還是變化球 我為了要讓自己難以被預測 所以我會混合 時左時右 有時快速球有時變化球 這裡的情況是一樣的 接下來我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在我們這個版本的賽局當中 當競爭廠商的數量增加的時候 你覺得大家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剛才都講了兩家廠商的時候 大家價格就落在40到100之間 然後每個人可能是隨機的出價 有時候高 有時候低 那麼如果在市場裡面 廠商的數量增加 從兩家廠商變成三家 變成五家 變成20家 隨著廠商增加 你覺得在這個 簡化的賽局當中 參加競價的這些廠商 他們出高價的機率會變多 還是出低價搶市場的機率會變高 前面已經說了要保持隨機性 所以出高價出低價看廠商心情 或者是要保持一個不確定 在保持不確定的情況之下 仍然有機率高跟低的問題 當廠商從兩家變三家變四家變六家變八家 廠商數增加 你覺得對個別廠商來說 或者是你設身處地的去想 你維持在高價水位的機率會增加 還是你會更常更頻繁地出低價去搶市場 會更多維持在高價的請舉手 會低價 會更頻繁地用低價搶市場的請舉手 OK 你說當廠商多的時候 照我們的規則來算 你的忠實顧客就沒有那麼多了 所以你維持高價 經營忠實顧客的利潤會變小 好 這是一個力量 但是當你用低價搶 當用低價去跟別人競爭的時候 你覺得你勝出的機會會增加還是減少 因為我們這裡的設定是 精明的顧客他比價他只跟最低價的買 當兩家廠商競爭的時候 你只要去勝過一個對手就好了 當八家廠商競爭的時候 你要去勝過第二三四五六七八 另外七個對手 那如果預期每家對手可能會用類似的思路 來參與這個賽局 會不會有可能當你面對著競爭對手增加 然後你要成為那個最低價的機率 有可能因此減少 因為你不只要贏過一位 你要贏過好幾位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出低價對你來講的成本跟效益是什麼 你出低價的代價 是你原本可以從忠實顧客那裡得到更多的利潤 但是你把它放棄了 你出高價他也會買 你出低價他也會買 當你出低價的時候 你從忠實顧客那邊所可以得到的利潤 你放棄了 這是你競價的成本 那麼競價的效益 是你有可能可以搶到那一大批精打細算的顧客 那麼隨著競爭者增加 有可能造成你是最低價的機率降低 那麼如果這個效應是比較大的 那麼會變成當競爭者多的時候 然後你競價的效益 期望的效益減少了 但是成本的代 期望效益減少 當然你剛才提到說 那個代價也減少 因為我忠實顧客的數量沒那麼多 但是有可能期望效益 如果期望效益減少的幅度更大的話 那麼會造成人多競爭的時候 大家反而更保守 這邊所謂的保守就是維持高價 沒有那麼積極參與競價 那我透過這個分析主要是讓大家用直觀的方式來思考你 競價這件事情 它帶給你的成本跟效益各自是什麼 接下來我們看最後一件事情 在廠商有忠實顧客的情況之下 我們能不能說這些廠商 他們在玩這個賽局的時候 他們的利潤其實是可以保底的 因為在任何時候 在任何情況之下 任何一家廠商 永遠可以選擇 這是feasible 這是可行的一個選擇 你把價格就維持在100 然後單位利潤是90 然後只賣給忠實顧客600 所以這5400的這個價格 不是 5400的這個利潤 可以說是廠商在擁有 每個廠商擁有600個忠實顧客的情況之下 它保底的一個利潤 好那我們來看第二個 第二個情況呢 所有的消費者都是精打細算 每家廠商沒有忠實顧客 我補充說明一下 這樣子的競爭賽局 兩家或多家廠商同時選擇價格 然後消費者挑最便宜的買 這樣子的賽局 在文獻裡面我們稱之為 Betrain Competition 在這個Betrain的競爭模型當中 我們從直觀的方式來思考 最後會發生什麼事 兩家廠商可能一開始都想說 我們就出高價 100 給定你出高價我會想降到99 如果你知道我會降到99 你會想降到98 然後我們的價格就是依序 這些都是在我們腦子裡面所進行的思想實驗 我們的價格就 就一直降 就一直降 一直降 最後降到什麼水位 可能降到這個 成本價 10塊錢 再多個一毛 或多個一點點 在這個版本的思想實驗當中 有任何的力量 把我們往回拉到高價嗎 沒有 因為我維持高價 我只要比別人貴 我什麼都賣不了 我什麼利潤都沒有 所以它只存在一個把價格往下拉的力量 那我們會看到說 之後的這個均衡 大家回去自己練習 去證明或說明 在這個Bertrain的競爭模型當中 最後的Nash均衡 是兩家廠商 他們都把價格 維持在10元 就是 邊際成本價 我們思考一下這個為什麼是Nash均衡 給定我的對手 把價格設在成本價10元 如果我降低價格 我會搶到生意 可是我賠錢賣 我的利潤會降低 如果我增加我的價格 你想說10元用成本價賣 賣多少都沒賺 可是我如果增加我的價格 我賣不了 我的狀況仍然是零利潤 所以給定我的價對手出10元 我降價搶到生意利潤便付的 我抬價我仍然保持沒有利潤 表示什麼 表示給定對手的做法 我無法單方面的改變我的價格 來提升我的報酬 提升我的利潤 我沒辦法 沒辦法的意思就表示我出10元成本價 已經是對對手策略的最佳回應 同樣道理對手的10元也是對我的10元的最佳回應 所以我們彼此的價格是對彼此的最佳回應 那麼這是一個NASH均衡 在這個Bertrain競爭模型當中 還有沒有其他的NASH均衡呢 第一個 如果有任何人的價格是低於成本的 他都不會是NASH均衡 因為他無論如何他都可以放棄不要賣 或者是維持在成本價 所謂放棄不要賣 你把價格拉得很高 就自然不會有人跟你買了 所以任何人價格低於10元都不會是NASH均衡 在大家價格都大於10元的情況之下 如果兩家廠商的價格是一樣的 而且都大於10元 這會是NASH均衡嗎 不會 給定你出P2 假設P2是50元 給定你出P2 我P1 我會想說 那我就降得比你低一點 所以如果兩家廠商的價格一樣 而且大於10元 不會是NASH均衡 因為給定對方的價格 任何廠商會希望我能夠比他的價格再低一些 所以這個也不是 那麼如果兩家廠商的價格一個人高 一個人低 然後低價的那個人的價格大於等於10元 兩個人的出價不同 這會是NASH均衡嗎 我們要檢查它是不是NASH均衡 就看在這個狀態之下 會不會有廠商可以單方面的調整自己的策略 讓自己的利潤提高 反過來說 在每家廠商知道對手的做法之後 會不會有任何廠商覺得後悔 在P1大於P2的這個狀況之下 你從二號廠商的角度來想 我的對手出P1這麼高的價格 我P2 我是不是可以把我自己的價格提高一些 但是仍然維持比對手價格低 這樣子我可以搶到所有的消費者 而我的價格上升 利潤上升 所以當兩家廠商的這個價格 一大一小的時候 它不會是NASH均衡 兩個家廠商價格一樣大 而且大家一起大於成本價的時候 會有競價的力量 不會是NASH均衡 那麼任何廠商的價格小於成本 不會是NASH均衡 最後唯一剩下的狀況就是 兩家廠商的價格是一樣 而且都等於成本價 那我們剛才已經證明了 這個是NASH均衡 所以這個就會是 唯一的一個均衡 兩家廠商 BETRENT競爭 同時選擇價格 消費者跟最便宜的買 最後的競價 導致大家的價格等於成本價 這個現象 這個小模型在一開始提出來的時候 對經濟學家來說是很 很醒目的 或者說很驚天動地的 因為大家在經濟學原理學過 在完全競爭或者是高度競爭的市場 競爭的壓力會把價格 往下壓壓到邊際成本 那大家直觀會覺得說 兩家廠商 掛頭 掛戰 但是我們從這裡看到 純粹價格競爭的時候 即使是兩家廠商 競爭的力量都可以把價格壓到 往邊際成本推壓 讓兩家廠商的利潤是零 或者是趨近於零 接下來我們要從兩家廠商的 Bertrain Competition出發 來思考一下 從廠商的角度思考 在這個賽局當中 這兩家廠商能不能夠做點什麼事情 來突破利潤為零 價格等於成本這樣子的困境 我們現在討論都不是從消費者的角度 都從廠商的角度 廠商如何設法一起把價格維持在高價 我們稱之為合作 廠商互相競爭 然後讓消費者開心 這個我們稱為廠商之間合作失敗 那廠商可以做些什麼 來突破這個困境 上個禮拜的這組 這個市場他們的做法 是六組大家講好 每一組就寫下一個價格 寫下一個數字 交上去 但這個數字不是他們 他們自己組別的售價 然後就六組六個數字交給助教 然後最後由助教來抽籤 然後第一組抽到哪一個數字 就是他的價格 但是原本那六個數字是六組 大家各自秘密寫了交上去 但是你寫的價格 不是你自己組別的價格 是最後助教抽籤來配對 看哪一組要用交上來的六個數字 哪一個數字 面對這樣的規則 你們後來出價多少 一百元 這位同學說明說 用這樣的規則 最後那個市場裡面 每一組同學 最後填的價格都是一百 大家沒有誘因要填低價 因為我就算填了低價 不一定是我抽到 我填了一個低價 如果是比別的數字都低了 有可能是造福其他組的同學 大家抽到 因為我填低價也不是幫到我自己 那我何苦 那如果每一組 都用這樣的思路 來想問題 那大家都填高價 大家都填一百元 那最後上個禮拜發生的應該是 六組都填一百 沒有嗎 有一組覺得 這樣太無聊 這樣比較急 還是有人來搗亂的 所以就知道說這個 人多或者是組別多的時候 溝通協調是很麻煩 當然 上個禮拜這個市場 這些同學他們用的方法 其實對應到真實世界的價格戰並不可行 因為真實世界每家廠商決定自己的價格 可是他們背後隱藏的一個邏輯 可能是好的 我們要如何來設計或改變這個賽局的機制 來降低廠商或組別想要降價的誘因 他們是用大家填數字 然後抽籤選價格的方式 來降低彼此之間想要出低價的誘因 他們用的方法 沒有辦法在現實世界中採用 可是我們來想一想 有些什麼更實際 也更實物的方法 可以讓廠商在競爭的時候 降低彼此降價的誘因 來解決這個betrayed 利潤為0 這樣子的困境 有沒有什麼其他新的提議 或者是你的提議 是不是有辦法 我們用賽局的邏輯 或一個小的模型來呈現 我以前住香港的時候 我很喜歡坐船到那個南亞島 應該是周潤發的故鄉 然後那個港口邊就是一排的店 全部都是賣海產吃海鮮的 然後每一家的菜色大同小異 但是也略有一點差別 然後那海產都是南亞島當地海水 附近海域養殖的 這樣子一個港口 八九家的這個海鮮店 大家要怎麼避免價格競爭 就剛才同學講的 後面全部都是同一個老闆 然後我之前看過那個 永康街的一些房地產的資料 有沒有很多提供觀光客的 或者是一些比較精緻美食的 很多同類型的餐廳 他背後的房東 同一位 或者是他們之間有交互持股 那麼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們可以做 相對可以做到不同的店家 我都是賣飲料的 你的飲料跟我的飲料口味不太一樣 但是我相對可以做到 我們不是用降價來搶生意 那麼如果負責被委託經營的這些店家 反正背後的老闆都是同樣一群人 他們不能夠用降價的策略 那不同的店家 不同被委託經營餐飲的這些團隊 他們就需要找到價格以外的方式去推出更好的菜色 更好的服務等等 所以壟斷 並購是解決這個困境的一個方式 所以回到我們之前的作業 那個草地平 大家在作業裡面應該發現說 各地主一堆小地主的時候 大家都會過度的供應土地 然後讓市場上的土地供應量太多 然後萬一出現這個需求量不足的時候 那租金價格就會崩盤 可能從兩塊變一塊變零 壟斷是一個方式 交互持股是一個方式 前幾年有一個市場的同學 我記得他們四組 他們就交互持股 所以每一組最後他們就寫了一個契約 然後是他持有同一個市場裡面 四個組別的各25%的利潤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我們交互持股 然後我降價搶市場 他就沒有意義了 因為如果我也擁有你的店家的股權 那你的利潤我可以分享 那這時候我降價 然後來消滅掉我們的利潤總和 我降價搶你的顧客 等於是我把錢從我的左手搶到右手 然後在搶的過程中 售價降低了 然後兩家廠商或多家廠商 能夠創造的總利潤降低了 那大家所擁有的股權或股票的價值就降低 這是一種方式 但我們從廠商角度思考的時候 會覺得這世界好美好很多方法 但是現行也有公平交易法 或是Anti-Trust Law 是要來保障消費者 要來強迫廠商之間 不能夠這樣子聯合壟斷 能夠創造一個更競爭的環境 所以有些時候併購或這樣子的交互持股有效 可是他在某些情境下 可能會面對到公平交易 或者是反托拉斯的問題 有沒有什麼別的策略 是可以符合現今的很多台灣的法令 符合美國的反托拉斯法 但是可以協助廠商之間 避免到這麼激烈的價格競爭法 讓價格可以維持在高檔 有沒有什麼其他做法 真實生活中能夠看到的 強制創造更多的忠實顧客 好這個是正道我非常喜歡 但是怎麼做 這可能跳脫了賽局本身的問題 他可能是一個管理 是行銷 是商業經營的課題 因為你看到 我們的Bertrain競爭模型 底下兩家廠商各自的利潤是零 可是我們在前面 各有一部分 各有六百個忠實顧客的情況之下 兩家廠商競爭 每家廠商可以保障 有五四零零零 五萬四千這麼多的利潤 這表示什麼 表示如果 你可以找到一些方法 讓你的顧客開心 而且對你更忠實 你可以創造六百個人這麼開心 永遠只跟你買 那麼你就可以保障 你可以有五萬四千元的這個利潤 那反過來說 你在商業經營上可能值得你投資 任何小於五萬四千元的資金 是為了創造更好的價值 給你的顧客 讓他們能夠成為忠實 這是一個方法 改變賽局的本質 從這個Bertrain 只有價格下降的壓力 回到有忠實顧客的版本 大家在高價低價之間 循環跳來跳去 他們別的方法 我這裡把一些數字做簡化 再給大家看另外一個賽局版本 好 我假設所有的消費者 所有的顧客只有一千人 我們現在面對一號廠商 跟二號廠商之間的競爭 我再把問題簡化 我假設每一家廠商只能夠選擇兩個價格 這樣子數字更好算 所以P2可以是高價一百元 或者是低價六十元 我P1也可以是高價一百元 或者是低價六十元 每一家廠商都只能夠選擇兩個特略 高價一百或低價六十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來算一下 兩家廠商都出價一百 他們各自的利潤是多少 價格一樣 所以評分消費者 每家廠商賣給五百個顧客 一百元減掉十元成本 單位利潤是九十 九十乘以五百人 大家利潤是四五零零零 四五零零零 如果我出一百 你出六十 我賣太貴 沒人跟我買 那麼所有一百人 所有一千人都跟你買 那麼你的單位利潤是六十減十 五萬 如果我出低價我得到五萬的利潤 你高價你什麼都沒有 我們雙方都出低價 我單位利潤是六十減十人五十 賣給五百人 我的利潤是兩萬五千 你的利潤也是兩萬五千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賽局 只有四種可能的結局 在這個賽局當中 任何廠商有優勢策略或劣勢策略嗎 對我一號廠商來說 如果你出價一百 我降價到六十 好過我出一百 如果你的出價是六十元 對我來說 我跟著降價到六十 好過我維持高價 什麼都得不到 所以從這裡我們看到一件事 出高價是我的 strictly dominated strategy 是我的劣勢策略 同樣道理 出高價也是你的劣勢策略 我們就看到這個賽局 有一個均衡 這個均衡是可以透過我們 刪除劣勢策略得到 那你檢查一下這個均衡 也是他唯一的NASH均衡 就是我們雙方都出低價 這時候你就發現 兩家廠商陷入了 prisoners dilemma 囚犯的困境 大家可以同時維持高價 分享市場 每一家廠商的利潤都更多 可是他們卻陷在這個困境 彼此出低價 有什麼從這個簡單的賽局出發 我們有什麼做法可以突破嗎 或生活中你去大賣場 買東西的時候 有看到大家做些什麼 推出些什麼方案 有些廠商會跟消費者保證 你不用比價了我最便宜 有些廠商會推出更極端的保證 就是買貴退差價 你不會在我這裡買貴 如果你在別的地方發現到比我更低的價格 那麼我把你買貴的差價退給你 那也曾經出現過 有這個零售商 他推出的是買貴賠差價 你在我這裡買貴的不只差價退給你 然後我還倒貼賠你補償 我們能不能試著把這個買貴退差價的方案 加到我們這個賽局裡面 看看這個價格競爭的這個賽局的本質 會不會有什麼改變 買貴退差價英文我暫且稱之為 Best Price Guarantee 所以我就簡寫叫做BPG 原本我的選擇 我面對到的限制 我的價格只能是100或60 先讓我多推出一個方案 我的價格是標100 可是我付了一個Best Price Guarantee 我用100賣 但是如果你發現別人比我便宜 我在退你差價 所以不會真的讓你買貴 假設另外一家廠商也多了這個選項 P2等於100 但是附加這個Best Price Guarantee 原本廠商選擇100或60 現在大家從三個策略來選擇 100、60或者是100 然後再加上說買貴了退你差價 我們來看說多了 當廠商多了這個選項 或多創造出這個可能性之後 這個賽局有可能變成什麼模樣 我們把這個賽局表裡面 不同可能結局所帶給廠商的利潤 把它算一算 如果我出100 你推出100元 買貴退差價 對消費者來講 我們價格是一樣的 然後我們就平分 那1000個消費者 我們各自賣給500個顧客 那麼我們的利潤 仍然是維持原本的 45000 45000 如果我出60 你出100 買貴退差價 這時候就很麻煩了 最後會發生什麼情況 取決於我們假設 消費者的行為如何 現在我們先來 做一個最極端的假設 這個假設 我先做一個最極端的假設 就是這些消費者 他都很聰明 然後看到這些方案 自己會計算 然後他可以不用成本的 就跑去跟二號廠商說 你賣太貴了 請你退我差價 等於讓我實際上 用60元來跟你買 我們先假設 這些東西都會自動發生 是不會對消費者 造成任何的困擾 任何的麻煩的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出60 你出100 但是可以自動 match我的價格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實質上 就等於是我出60 你出60 那麼實質上 我們可能面對到的狀況 就是平分這1000位消費者 你500 我500 那我們各自的利潤是2500 2500 可以是這樣 這個是一個最極端的狀況 但是在真實世界裡面 有可能 有人看到我60 你是100 推出 還宣稱 你最便宜 可能就對你不爽 一開始就不找你 也有可能有些人 就直接跟你買 看到這個BPG 買貴退差價 你一定最便宜 所以他就不去比了 他就很高興的用100跟你買 兩種力量都有 第一種力量是 有人看到這種情況 對你不爽 然後他就不跟你買 跑來只跟我買 第二種情況是 有人 就誤以為你真的最便宜 所以他也就不比價了 他就用100跟你買 他也沒有要你退40元的差價 那還有一種是 消費者跟你買了 然後再告訴你說 你賣貴了 請你退40 等於實際上用60元跟你買 真實世界有這幾種力量 在拉扯 那這就是一個實證的問題 我們推出這種策略 對消費者的行為 或想法 會帶來什麼影響 在這裡我就 做一個最極端的假設 消費者只管 最後實際上發生的結果 就是跟你買 等於也是60元成交 跟我買也是60元成交 大家就隨機決定 我們各自得2500 25000的這個利潤 同樣道理 左下角這裡也是45000 45000 然後這一格也是25000 25000 右下角呢 你我都是100元買貴退差價 等於實際上售價還是100元 我們各自得到45000 45000 當廠商懂得創造出買貴退差價 有人稱它為行銷的花招 但是我稱它為價格策略的一環 當大家可以推出買貴退差價這個選擇 這個賽局的本質改變了 每家廠商從原本高低價兩個選擇 現變高低價再加上高價搭配買貴退差價三個選擇 好 在這個新版存在買貴退差價的賽局當中 我再來問你一次這個問題 有沒有任何廠商有劣勢策略可以刪 原始的版本高低價的那個賽局 出高價是劣勢策略 大家刪掉劣勢策略以後 就只有低價的均衡60-60 這裡呢 在這個版本的賽局裡面 有沒有任何一個策略選項 是廠商的劣勢策略 高價仍然是劣勢策略嗎 出高價100元 沒有搭配買貴退差價 它現在仍然是劣勢策略嗎 在你出高價100的時候 我出60好過100 在你出低價60的時候 我出60元好過我高價100元 可是在你推出100元 買貴退差價的時候 我出60元低價 不如我維持在高價100 你可以看到嗎 所以現在已經不再是不管對手怎麼做 我出低價永遠比出高價好 不再是這樣了 出高價不再是一個劣勢策略 並不是一個我一開始就可以無條件把它刪掉的選項 它不是 為什麼不是 關鍵出在哪裡 關鍵出在 當我的對手推出買貴退差價的時候 它可能會影響到我的誘因 在我的對手沒有推出買貴退差價 當他出高價的時候 我用低價可以搶走他的消費者 我可以搶到市場我多了生意 所以我用低價搶市場會好過我維持高價 可是當我的對手出高價 付上買貴退差價 這時候我再出低價 我沒有辦法繼續搶到那麼多對手的生意 為什麼 因為至少會有一部分原本跟對手買的那些消費者 他們並不會一直跑來跟我買 他們會跑去跟對手 argue說你賣貴了請你退錢 所以對手用高價付上買貴退差價 會減少我用低價搶他市場的力量 然後在我的極端的故事跟我數字的假設之下 會造成我用低價還不如我繼續維持高價 所以你推出買貴退差價 消滅掉的是我降價跟你競爭的優因 反過來當我推出買貴退差價 我實際上可以達到的效果 是消滅或降低了你降價跟我競爭的優因 如果我也不想競價 我也不想降價 你也不想降價 我們大家都不降價 我們自然就維持在一個高價 那麼原本所面對到這個betrend 競爭價格往下走 往成本價走 這樣子的困境 可能就因此降低 或甚至完全消除 好 這個機制很重要 你推出買貴退差價 是降低我競爭的優因 反之亦然 所以這個賽局裡面 不再存有任何的劣勢策略 我們用劣勢策略 逐一消去法 刪不掉任何的選項 好 最後來看 既然劣勢策略不存在 我們刪不掉任何選項 那我們就直接看 這個賽局裡面 有哪些納許均衡 這個賽局之下 存在哪些狀態 在那個狀態之下 在那個狀態之下 兩家廠商是互相使出 對彼此的這個最佳回應 我們先看中間的 雙方都一起出最低價 這個是不是納許均衡 給定你出60元低價 我如果從60元低價提到100元高價 我賣不了 我利潤從25000變0 但是我提高我的價格 再付上買貴退差價 我也沒辦法增加我的利潤 我的利潤仍然是跟你用60元的價格 來評分市場 我仍然是25000 可以看到這件事嗎 在你出60元低價的時候 我能夠做到最好的 就是我也是跟著出60元 我沒有辦法改變成其他策略 來提高我自己的利潤 所以雙方都出60元 是一個納許均衡 所以我這邊整理一下 第一個就是 廠商仍然激烈的競價 仍然這還是一個納許均衡 但是有沒有新的納許均衡產生呢 我看一下右下角 你我都出高價100元 並且付上買貴退差價的條款 右下角這個狀態是不是納許均衡 當你推出100元買貴退差價的時候 我也推100元買貴退差價 我的利潤是45000 我降價到60 我搶不了你的生意 因為你有買貴退差價 但是因為價格降低 我們的利潤都減少 如果我維持100元 但是我取消買貴退差價 那我的利潤仍然是45000 而且此外可能為你創造了降價 來搶我市場的誘因 給定你出高價100 加上買貴退差價 我沒有辦法單方面改變我的選擇 來提高我的利潤 我也是推出100元買貴退差價 是我對你的最佳回應 反之亦然 所以我們在這裡看到第二個 這個納許均衡是100 加上BPG Best Price Guarantee 你也是100 加上BPG Best Price Guarantee 新版的賽局 存在兩個納許均衡 但是這第二個納許均衡的存在 帶給了廠商一個希望 我們現在存在一個可能性 我們彼此都是高價搭配買貴退差價 然後評分市場 消滅掉這個競爭的力道 那我之後會轉一篇文章給大家看 那有經濟學家 針對美國的連鎖超市 來做實證研究 來抓某一個城市 某一個區域 某一年之前 那邊的連鎖超市 是沒有買貴退差價 那一年之後 連鎖超市們 紛紛開始推出買貴退差價 那麼他們的發現 是在買貴退差價的方案推出之後 當我們把這個物價膨脹的因素 考慮進來之後 雖然消費者可以買到 所有店家當中的最低價 可是這個存在的最低價 其實變貴了 買貴退差價有可能讓大家 消費者所買到的最低價 實際上變貴 從這裡看到 因為它消滅了 廠商之間競價的誘因 至少會消滅一部分 從這個例子 我也是另外 呼應我們前幾個禮拜 談到的一個重要的觀念 叫做 Change the game 改變賽局 我們先前討論到這個廠商競爭 我要不要搶先 先發制人 或者之前我們談到這個減肥 或者是如何創造承諾機制 都圍繞著一個主軸 我們所面對到的賽局 有時候我們不是被動的去玩 別人制定好的規則 別人所加諸在我們身上的賽局 在這個例子裡面 如果廠商只想著高價跟低價 這麼直觀的選擇 他們就陷入囚犯的困境 但是他如果知道說我可以外加一些方案 讓我的選擇從兩個變成三個 多一個買歸推差架 新的均衡有可能應運而生 大家因此脫離了 Bertrain 零利潤的困境 當然下課的時候有幾位同學來問我問題 所以我們很快的 我們在從買歸推差架這個版本的賽局 來檢驗這個觀念 第一個 我剛才提到 在這個三乘三 存在買歸推差架的這個賽局裡面 出價一百元 它不再是streetly dominated strategy 它不再是強烈續策略 在舊版的賽局裡面 它永遠不如低價六十 現在買歸推差差架的存在消滅的那種情況 但是有同學提到說 出價一百元 仍然是 weekly dominated strategy 是弱烈式策略 是不是這樣的 答案是 我們來看怎麼解驗 當我們要說一個策略 它是不是強烈式策略或弱烈式策略的時候 我們要拿它跟別的策略選項兩兩PK 來看是不是有別的策略選項 讓我們永遠可以比它好 就此類的 那我剛才上課的時候 跟大家示範過一百元跟六十元 來比較 來PK 發現 四萬五小於五萬 零小於兩萬五 可是四萬五 大於兩萬五 所以一百跟六十這兩個策略 沒有誰是劣勢策略 是優勢策略 它們都存在這樣的關係 可是如果我們拿出一百元 一百元加上買貴退差價來比較 那麼對手出價一百五的時候 我四萬五等於下面的四萬五 對手出低價六十 零小於兩萬五 對手出一百買貴退差價 我四萬五又等於四萬五 這時候你發現什麼 我出價一百 永遠不會比一百家買貴退差價 應該更好 但在某個情況之下 出價一百會比加上 你會覺得大家可以差 所以出價一百元是弱劣勢策略 如果你可以講一個故事說 在這個情境底下 這個廠商不畏什麼樣的思考模體 它不會出弱劣勢策略 我們的確是仍然可以把一百元的選項 與其出一百 與其出一百 不如出一百加三 有些時候一樣沒差 但是有些時候加上 也會跟他一樣很好 這是一個儀器 第二件事情要補充的是 同學問我為什麼兩萬五兩萬五會是納史均衡 就是兩萬都出六十元是納史均衡 理由是當二號廠商出價六十元的時候 我一號廠商如果抬價到一百 我沒有抬價到一百萬加百對推差價 我不會讓狀況更好 我的利率仍然是兩萬五 表示什麼 表示我出六十元低價也可以給我兩萬五的利率 一百元BPG也可以給我兩萬五的利率 所以我六十元的低價也是對於對手策略的一個最佳福利 是對對手策略的最佳福利 是之一就是最佳福利 所以這個兩方都出六十元是彼此對彼此的最佳福利 所以從另一項來說它是最佳福利 那就有同學問說 那底下這個是不是最佳福利 我出一百BPG你出六十 這個是不是最佳福利 我們要檢查一個狀態 是不是最佳福利 我們就要一一來看 在這個狀態之下 是不是有任何的賽律參與者 他會想要單方面的改變他的這個選擇 可以讓他自己更好 在肯定對手出價六十元的情況之下 我如果是一百BPG 我得到兩萬五 然後我降價到六十我也是兩萬五 然後我取消BPG 我取消買貴退差價我的利潤歸零了 我一號廠商我不想改變 但是反過來給定一號廠商的策略是一百元加上買貴退差價 二號廠商是否有誘因要脫離這個低價六十元呢 二號廠商如果維持六十元他的利潤是兩萬五 但是二號廠商如果他提高他的價格到一百 他可以得到四萬五 或者提高價格到一百在外加買貴退差價 二號廠商的利潤也是可以從兩萬五增加到四萬五 所以當我們處在底下這一格的狀態的時候 一號廠商是百元加買貴退差價 這時候二號廠商他會後悔他會發現他存在profitable deviation 他可以改變不要再出低價來提高他個人的利潤 所以這個不是納許均衡 當我們要講一個狀態不是納許均衡 就要找誰存在profitable deviation 他願意改變提高他自己的利潤 同樣道理左上角這一格雙方都出百元高價 也不是納許均衡 給定對手出百元高價的情況之下 我出百元我得四萬五 我降價到六十我可以拿五萬 所以我不會想要繼續維持出百元 我會想要改變 早知道對手出一百 我會想要出降價到六十 所以用這種方式來說明 左上角雙方都出高價也不是納許均衡 總結一下 buttrend競爭 讓價格降低到貼近 成本利潤歸零 要脫離這種困境 可以透過併購 交互持股 創造忠實顧客 或者是推出這樣子 買貴退差價這樣的策略創新 之後我們也可以思考 當廠商可以日復一日 一期又一期的不斷的遇到 不斷的競爭 那反復的遇到跟反復的互動 能不能為他們帶來新的誘因 讓廠商之間可以開始思考 我們如何合作來維持高價 這是我們期中考之後的課題 那今天呢在這個期中考之前 想先跟大家趕個進度 我們來看一下網球賽 不曉得有沒有同學有在打網球 就畫了一個很陽春的網球場 中間曲線這個是網子 然後我們把這個故事簡化 兩個球員 一個是發球 就是每一球發球的 稱它為server 我用s加一個圈代表 另外一個不發球的 我稱它為receiver 它是接球的 好 發球員站在球場的右半邊 然後他需要把球打到 對面球場的左半邊 可是他在把球打過去的過程當中 他可以讓球更偏左或更偏右 我現在講的左右 都是從我們的視角來看 那就發球的角度來說的話 當然不要讓對手能夠 清楚的掌握到我球會打到哪一點 那接球員 receiver 他一開始的時候 他可能要預備他的身體 然後看是他準備好了 是要往左鋪球 往左去打球 還是往右去打球 所以對於receiver來講 他事前也可以先決定 先預備好說 我等一下我身體的預備動作 是要往左還是要往右去接這個球 那當這個速度攻守都很快的時候 我們可以想像 接球跟發球 他們是同時在做決策 來決定說我的肢體的運動 要往哪裡進攻 往哪裡防守 接下來呢 我們看怎麼把這個故事完成 server跟receiver 每一個球員 面對兩個策略選擇 往左或往右 如果我往左發球 對手也是往左去擋球 去接球 那麼我發這球 可能會被他很好的 打回來的幾率是比較高 那會打過網球的 或是看過一些相關研究 你會知道 其實一開始發球的那個攻防很重要 我一開始發球 發得好 讓你很難接 你雖然接到了 可是球來來回回之後 你可能最後會輸掉 這一個point game的幾率是比較大的 所以我如果有一個漂亮的發球 讓你一開始不好接 那麼我在這一球的比賽當中 這個發球員得分的幾率會比較高 接球的一方 得分的幾率會比較低 那我現在 球員的報酬 我們就假設 是用他們的得分幾率來衡量 那我一開始往左發球 對手就準備好了 是往左來接 來回應我這一球 導致我發球員在我這一球 來來回回之後 我得分的幾率比較低 四分之一 那麼receiver一方是四分之三 反過來 如果我的球是往左打 對手一開始預備好 他的身體是往右接 他之後可能還是拐回去了 可是接的不是那麼漂亮 讓我發球的一方可以更好進攻 那麼發球員的得分幾率 我假設是四分之三 接球一方的得分幾率是四分之一 以此類推我填完了這個賽局表 在這個賽局當中 是否存在任何的優勢策略或劣勢策略 你會發現沒有 先看左上角這一格 如果我身為發球員 我預期對手是要我會往左防守 那麼我會想把球往右打 可是當我要把球往右打的時候 防守的一方接球員 他會想要預備他的身體去往右防守 當對手往右防守的時候 我會把球往左打 就到右上角 我往左對手往右 那麼在給定我會把球往左打的情況之下 我的對手接球的一方 他又會預備他的身體去往左防守 從這裡我們看到幾件事情 第一個 這四種狀況 我往左你往左 我往右你往左 這四種狀況 沒有一種是那許均衡 因為不管處在哪一個狀態 都有一個人想要變 然後網球的發球 其實就很像官兵捉強盜 貓捉老鼠 我想要跟你一樣 你想要跟我不同 所以我一直在追 你一直在逃 那沒有一個狀態是 那許均衡 這個現象是早期帶給經濟學家 帶給篩局理論學者的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要發展一套方法論 能夠橫長的幫我們思考 幫我們分析各種各樣策略互動的情境 那我希望這套方法 在各種常見的賽局當中都可以用 那在這裡我們看到好像 過去一個月我們看 NASH均衡這個概念 覺得很可以幫助我們思考很多問題 可是在這裡好像似乎卡住了 第二個我們要想的事情是從直觀出發 在這類的問題裡面不是跟我們之前有忠實顧客的網路價格戰很像嗎 就是我們不管你是發球的一方還接球的一方 你不希望你自己的行動是predictable You want to make yourself unpredictable 我只要讓對手知道我是往左或往右發球 他就可以專門來課我 所以我希望保持不確定性 我要如何保持不確定性 我有時候往左有時候往右 我不讓你知道 或是我在我心裡面丟一個骰子或丟一個銅板 看我高興覺得這一球我會往左還往右 我不會永遠採用固定的一個往左或往右的方式 我不希望我的招式被你看穿 所以我們現在遇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原本我們定義NASH均衡的概念 好像在這裡不夠用了 第二個是我們發現從直觀上來思考 有些時候我們刻意的就是要保持不確定性 我們會刻意的創造我們的行為 好像是隨機的 從別人的眼中看起來好像是隨機的 我有時候往左有時候往右 說不準 我們有沒有辦法去擴大 我們對賽局的一個詮釋跟描述 來把人會創造不確定性的這種思考模式一起加進來 在之前 如果我們談到一個賽局當中 一個參與者 他固定的 確定的 永遠會採用某一個策略 那時候我們稱這個 我們說這個賽局的參與者 他所採用的是Pure Strategy 或者是中文我稱它為單純策略 好 在囚犯的困境當中 我永遠就是招供 這是我的單純策略 在旅行者的兩難當中 我永遠就是申報兩塊錢 這是我的單純策略 在那個廠商選址的故事裡面 我永遠就是選五號位置 我永遠選六號位置 這個是Pure Strategy單純策略 但是我們想要找到一套方法來刻畫 好 在我們定義了單純策略之後 我們就可以說 在網球發球的這個賽局當中 存在四種可能的單純策略組合 他們都不是Nash均衡 所以我們可以說這個賽局 沒有單純策略的Nash均衡 There is no Pure Strategy Nash Equilibrium 但是真實世界當中 我們有的時候會刻意的創造模糊 創造隨機性 換句話說 有的時候我們採用的策略就會去to randomize 我有時候往左投球 有時候往右投球 那麼我們要用什麼方式來捕捉 來刻畫人會randomize 這樣子的做法呢 從這裡出發 我們定義一個新的概念 英文叫做Mixed Strategy 中文叫做混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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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mixed strategy is a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ver all feasible actions of a player 我們可以想像當你在打網球 或打乒乓球 在發球的時候 你不是想說我要往左打還是往右打 你心裡面形成的是一個機率分配 當你想當你決定說我要 往左往右一半一半的時候 我們可以假設你真正在想的事情是 我決定要用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的機率 丟銅板 一半的機會打左 一半的機率打右 你也可以選擇另外一個一些不同的機率分配 我要多數的時候往左打 偶爾往右打 那你心裡面可以形成一個機率分配 我是90%的時候把球往左邊打 10%的時候把球往右邊打 所以一個混合策略或者是一個 Mixed Strategy 我們就把它定義成是 賽局參與者 他自己的一個策略選擇 他選擇的不再是他要怎麼做 而他選擇的是一個機率分配 在這個機率分配之下 有時候他會這樣做 有時候他會那樣做 大家還記不記得在學期初的時候 我們講到 要怎麼樣去思考一個人 對別人行動所形成的預期 那時候我們提到Believe 提到預期這個概念 我們那時候對Believe 對預期的一個詮釋 或者定義 也是你對別人行動的預期 是你心裡面所形成的一個機率分配 然後你認為你的對手 在怎樣的機率之下 他會做這個 在怎樣的機率之下 他會做那個 因為我們有時候不能確定對手怎麼做 所以我們形成的是一個可能性的概念 這裡的定義是類似的 你現在是採取行動的一方 但是你要保持 對別人來說 在別人眼裡你要保持不確定性 所以你的策略就是形成一個機率 告訴你自己 有多少的機率我要往左 有多少的機率我要往右 這個稱之為Mixed Strategy 混合策略 在這裡我要補充 一件事情 就是單純策略 它其實是混合策略的一個特例 單純策略 我永遠把球往左打 我可以把它詮釋成 這是一個混合策略 在這個混合策略之下 我把球往左打的機率是100% 把球往右打的機率是0% 你可以看到 賽局參與者 他心裡面形成這樣一個機率 的這個概念 他是可以很一般性的 當你篤定了要怎麼做的時候 那也是一個機率 就是100%我要那樣子做 所以單純策略是混合策略 單純策略也是一種混合策略 只是在那種混合情況之下 你把100%的機會都壓在 同一個行動上面 所以當我們加入混合策略的概念之後 我們是把這個賽局 在數學模型上面 所能涵蓋的狀況 把它擴大 我們並不是把這個賽局 改變了它的定義 而是把它擴大 原本單純策略的狀況 仍然可以包含在 我們更一般性的 這個數學設定之下 從這裡出發 我們可以想說 納許均衡 在這個賽局當中 如果我們允許賽局參與者 去混合策略 去保持隨機性的話 那麼Mixed Strategy Equilibrium 允許混合策略的納許均衡 其實仍然是 雙方的玩家或參與者 他們互相使出 對彼此的最佳回應 只是他們現在選擇的 不再是左跟右 而是往左的機率 跟往右的機率 這樣子 把這個混合策略的可能性 加進來 找到用機率分配的方式 來刻畫人 對行為的選擇 這樣子的思考架構 當初是這個 John Nash 在1950年代初期 1950、1951的時候 他正式出了論文 然後 所以John Nash的一大貢獻 其實在於 他把混合策略的這個概念 如何用數學表達加進來 加進來之後 他說互為最佳回應這件事情 在這個絕大多數的 這個數學模型當中 當年他證明的版本是針對Final Game 在你能夠想像得到的 這些賽局模型當中 只要當我們允許了混合策略的存在 Nash均衡一定存在 一定有解 任何你想像得到的賽局 它都一定存在至少一個Nash均衡 前提是我們要允許 前提是我們要允許 玩家有的時候可以混搭不同的策略 所以這樣的均衡 就是用John Nash的這個名字來命名 那在1994年 他是三位 因為賽局理論拿到諾貝爾獎的 三位得主之一 那當年什麼叫做Final Game 什麼叫做有限賽局呢 他的定義是在這個賽局當中 參與者的數量是有限的 每一個參與者所面對的策略選擇的數量 是有限的 這樣的賽局就是這個 Final Game定義 那我們現在在 其實在真實世界當中 我們遇到的大多數的狀況 其實都是Final Game 有限的人 有限的選擇 但是在教科書裡面或在數學上面 我們常常會面對到一個無窮多的選擇 比方說 我會允許大家 玩價格戰的遊戲 十元到一百元之間的任何數字都可以出 所以就可以有人出什麼 E for Elephant E的4.99次方 或者是出什麼 我出了π的π次方 反正任何數字都可以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有的時候會遇到的問題 它不是Final Game 選擇是無窮多個 十到一百之間的時數有無窮多個 但是在真實世界當中 我們遇到的多數的問題 它其實都是有限的 因為以金錢來講的話 你會有最小的支付單位 以元為單位 或是以一毛錢為單位 以此類推 但後來Nash均衡的存在這件事情 被證明在更一般性的 即使是在很多無窮多的 這個無限的賽局裡面 它仍然是存在的 這是電影《美麗境界》裡面的 John Nash 當年電影推出的時候的 John Nash 我們現在就試著用混合策略的概念 來思考 怎麼分析網球發球的賽局 畫在黑板上 大家看得會比較清楚 好我們現在有 server跟receiver兩個人 那麼 我假設server發球員 他把球往左發的幾率是P 那麼他往右發的幾率就是1-P 防守的一方 接球員 receiver 假設他往左 一開始預備往左防守 的幾率是Q 往右防守的幾率就是1-Q 原本 在我們討論單純策略的時候 每一個球員 他所要做的選擇 就是 往左還是往右 是L跟R的選擇 但是當我們允許了混合策略 那麼這兩個球員 他們所要做的選擇 就分別是P跟Q的選擇 L是往左 R是往右 P代表的是我往左的幾率 因為他的幾率是一個數值 因為P跟Q代表的是幾率 所以第一個他們必須要大於等於0 第二個他們也不能夠超過1 因為每一個人只面對了兩個選項 所以我用一個幾率P 就可以刻畫發球員 他所有可能的情況 因為他往右的幾率就是1-P 有的時候你會面對到三個選項 ABC三個選項 那麼當你要用混合策略的方式去分析的時候 你就要去假設 做第一個選項的幾率是P1 做第二個選項的幾率是P2 然後做第三個選項的幾率呢 不用再設P3了 是1-P1-P2 那我們現在因為兩個選擇 所以每一個球員 我們就是要用單一個幾率的數值 就足夠刻畫這個球員 所面對到的幾率分配 發球員要選的是P0-E之間的數字 接球員要選的是Q0-E之間的數字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發球員P的狀況 Example P等於1代表什麼 P等於1代表我永遠往左發球 P等於0呢 代表我永遠往右發球 那麼P等於1代表我一半一半 一半的機會我往左 一半的機會我往右 現在我們來分析 Receiver 接球員 所面對的問題 我們的目標 是要來找到這個賽局的Nash均衡 所以我們想要 我想要帶大家繼續來看 如何使用我們之前講到的 Best Response Analysis 最佳回應分析法 我們先來看 Receiver 所面對到的問題 接球的一方他有兩個選擇 他把球 他往左手背 或者是往右手背 我能不能各自計算 接球員往左跟往右 他所能夠得到的 這個期望報酬是多少 接球的人他如果往左手背 我們會看到有四分之 等一下 他如果往左手背 你會看到有P的機率 發球員 球是往左發 讓接球的一方的得分機率是四分之三 然後有1-P的機率 發球員是往右發 讓接球員的得分機率是只有四分之一 所以我這裡所列的 就是接球員 就是接球員往左手背的時候 他所得到的期望報酬 同理來講 同理當他往右手背的時候 的期望報酬是多少 P乘上四分之一 加上1-P 加上1-P 乘上四分之三 我們可以稍微把它簡化一下 上面這個期望值會變成是四分之一 下面這個呢 是四分之三 減掉 四分之二P 好 那麼 防守的一方 該往左手還是往右手呢 就取決於 這兩個期望報酬誰比較大 怎麼比 要看P的大小 來決定 到底上面這個數字大 還是下面這個數字大 我現在在黑板上來畫出這個接球員跟發球員的選擇 發球員他要決定的是他的P往左發球的機率 接球員他心裡要決定的是Q 往左手背的機率 那麼P跟Q都必須要落在 0跟1之間 所以所有落在這個正方形區域裡面的 P跟Q的組合 才是合情合理 可以出現的這個機率的數字 那麼我們現在想要在這個圖上面 就現在發球的一方 這個我標註一下好了 這個是for server 發球的一方 Q是for receiver 接球的一方 現在兩個人要選擇的不是左跟右的問題 而是往左的機率 要是多少的問題 所以他們從 這個離散的 左跟右的選擇 變成一個連續的 0到1之間的選擇 我們來看這個 receiver 接球員所面對到的問題 什麼情況之下 接球員往左 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接球員應該往左 他往左手背 的期望報酬比較大 就四分之一加上四分之二P 會大於四分之三 減掉四分之二P 上面這個數值 大於下面這個數值的時候 接球員該往左 表示當P大於二分之一的時候 那麼 當我們比較這兩個 當P大於二分之一的時候 上面的 大過下面的 receiver 接球員應該往左 這件事情我們如何在這個圖表上面 把他刻畫出來 P大於二分之一 表示這個P是落在這個二分之一的 右邊這個部分 當P大於二分之一 落在這個區間的時候 接球員要往左 表示接球員要選擇Q等於1 當你該往左 當你一定要往左的時候 就表示你往左的幾率會等於1 表示Q等於1 從這裡我們可以畫出這一段 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代表P大於二分之一的時候 所以 選擇 選擇左邊 意味著Q等於1 另外呢 當P小於二分之一的時候 下面的數值比上面大 接球員應該要往右 所以當P小於二分之一 批落在這個區間 在這一段的時候 接球員應該要選擇Q等於0 這個區間表示 這個P小於二分之一 代表 Receiver 他要選擇 往右防守 往右防守 代表 往左防守的幾率是0 表示Q是0 所以P小於二分之一 Q是0 我們畫了這一段 最後一個我們要看的事情是 當P正好等於二分之一的時候 這時候你往左防守的期望報酬 是四分之一 加上四分之一等於二分之一 往右防守的期望報酬 也是二分之一 所以往左跟往右防守的報酬是一樣的 如果你往左跟往右的報酬是一模一樣的 是不是你用不同的幾率分配去混搭左跟右 你的報酬也是一樣 你的得分幾率都是二分之一 表示我選擇90%的機會往左 10%往右 我也是同樣報酬 我48.7%的幾率往左 51.3%的幾率往右 我怎麼樣 都是得到同樣的期望報酬 這意味著當我P正好等於二分之一的時候 我receiver接球員 我可以選擇Q從0到1之間的任何的數字 任何的幾率 它都帶給我一模一樣的期望報酬 所以任何選擇都一樣 表示任何選擇都是最好 任何選擇都是最佳回應 當我P等於二分之一的時候 我receiver選擇0到1之間的任何Q 都是best response 從這樣的邏輯出發 我畫出了紅色的這條線 那這一條線 我就稱之為 Receivers 接球員的 best response 如果大家對數學的名詞比較 嚴謹 比較 peaky 的話 那這時候 P跟Q之間的關係已經不是一對一了 所以這個紅色這條線我們不能稱之為函數 不能稱之為function 或稱之為correspondence 但它的概念就是紅色這條線告訴我 當P位在不同的數值的時候 我身為receiver 我怎樣的Q是我的最佳回應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個數學背後的概念是不是很直觀呢 P大於二分之一 P表示發球員比較常往左邊發球 那你接球員 你當然是往左邊防守 所以Q等於1 當P小於二分之一 表示發球員比較不常往左 他比較常往右發球 你是接球的一方 你當然就是往右防守 表示Q等於0 那麼當發球的一方 一半往左一半往右 對你接球的人來講 我不管往左防守還是往右防守 我都是一樣的機會會把球miss掉 所以往哪邊防守都沒差 所以我可以用任何的機率去混搭 往左或往右 所以P等於二分之一的時候 我Q可以是0到1之間的任何數值 對我都一樣 好我們現在刻畫完 Receiver的Best Response 接下來我們 圖在這裡 我們先下課 然後等一下上課中聲響 我們就回來繼續分析這個網球的賽局 在分析Partnership 在分析Gunard競爭模型時候的最佳回應的分析法 剛才我們看了Receiver 接球員 所面對到的問題 現在同理 我們來看發球員 所面對的問題 之前接球員 他是面對了發球員 可能用P的機率把球往左 E-P的機率把球往右 然後接球一方 要來想說 我該往左手還往右手 還是混搭左右 現在發球員 Surfer面對到的問題是對稱的 他面對到 接球員Receiver 可能會有Q的機率往左防守 E-Q往右防守 發球的一方 他要決定我要往哪裡進攻 我該怎麼選擇我的P 如果Surfer是往左選 往左進攻 那麼有Q的機率 防守方 接球員是往左手 發球員得四分之一 E-Q的機率 發球員得四分之三 同理 當發球員往右發球 有Q的機率他得四分之三 E-Q的機率 他得四分之一 好 這是期望報酬的計算 不是Left's problem 是Surfer's problem 發球員的期望報酬 我們直接用快速的方式 來看怎麼把他的最佳回應方程式 能夠畫出來 往左發還是往右發 怎樣比較好取決於Q的大小 我們來看 當Q落在 當Q大於二分之一的時候 表示什麼 表示防守的接球員 比較有可能往左手 這時候我發球員應該要往右發 往右發 表示我選擇我的P為0 所以當Q落在二分之一到一之間 Q大於二分之一的時候 對應到的P 我發球往左的機率 要是0 表示我往右發 我畫了這一段 同樣道理 當Q小於二分之一的時候 表示Receiver 接球員他比較常往左邊防 比較常往右邊防守 這時候我發球員應該要往左發 往左發球 去發到他不常防守的那個位置 所以Q是等於1 所以P等於1 在Q小於二分之一的情況之下 P要等於1 當Q正好等於二分之一的時候 接球員一半機會往左 一半機會往右 對我發球的人來說 我往左發 往右發 期望報酬是一樣的 所以我用不同的機率P跟1-P 去混搭往左跟往右 對我來講沒有差 往左發跟往右發的機率 的期望報酬一樣 所以我用各種方式去混合 我的報酬都還是一樣 還是二分之一 我就得到了中間這一段 所以黃色這條線 就是Surfer發球員的最佳回應 方程式 這情況是跟我們兩三個禮拜前 所畫的最佳回應的直線 概念是一樣 納許均衡是什麼 納許均衡是 攻守雙方 互相都使出了最佳回應 哪一個P跟Q的組合 會是彼此的最佳回應呢 它必然是 紅色這條線 跟黃色這條線的焦點 因為在紅色上面 是 receiver 接球員的這個最佳回應 所有在黃色上面的點 是我們Surfer發球員的最佳回應 互為最佳回應的P跟Q 必然是同時在黃色跟紅色上面 就是P star Q star 從這裡來看 是多少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所以我們這個網球賽局 它有 我們這個網球賽局 它有 一個 納許均衡 是發球的人 一半一半的機會往左往右 防守的人 接球的人 一半一半的機會 會往左跟往右 各二分之一 兩者 都 使出了 這個非單純策略 都是混搭了 左跟右 然後從這裡來看 我們就知道 這個 納許均衡 在這個賽局當中 有幾個納許均衡 只有一個 因為納許均衡 必然是互為最佳回應 Mutually best responses 它必然同時在 黃線跟紅線上面 那這兩條線只有一個焦點 所以我們知道 這有unique 唯一的 納許均衡 是 兩者 混搭 好 The Unique Nash Equilibrium 唯一的 納許均衡 是大家都是 五十五十的機率 往左往右 從這裡出發 我要跟大家討論 一個比較弔詭的問題 也就是 所謂這個混合策略 的 納許均衡 Mixed Strategy Equilibrium 它擁有的一個特性 這個特性乍看之下 有點弔詭 A player earns the same expected payoff for each pure strategy chosen with a positive probability 這裡要講的是 什麼意思 在我們剛才這個網球賽局裡面 如果你是發球的一方 你一半的機率往左發 一半的機率往右發 在你會混搭的情況之下 在你會混搭的情況之下 這裡有一個特性 不管你往左發球 還是往右發球 你所得到的期望報仇 會是一樣的 不管你往左還是往右 你所得到的期望報仇 會是一樣的 為什麼 我們可以從這個球員 他會設法極大化他的得分 極大化他的期望報仇 這件事情來反推 如果處在任何的狀態 你知道 往左發球 可以帶給你更高的得分機率 往左發球 比往右發球 可以帶給你更高的得分機率 你會怎麼打球 你一定往左 你會追逐那個得分機率高的策略 然後死下去 你不會混合 如果往右發球 能夠帶給你比較高的得分機率 你就會往右 你不會有時往右 有時往左 如果我們一旦看到有一個人 他在類似的情境之下 有時候往左 有時候往右 如果這個人是懂得極大化自己的得分 極大化自己報仇的人 那勢必在背後 他所面對到的局面 情勢所帶給他 不管他往左 還是往右 所帶來的報仇 其實是一樣的 會是這樣 所以在我們這個均衡的時候 他會出現的一個特性是 你看到發球的有時候往左 有時候往右 你實際上回去計算 在他均衡的那個時候 給定對手 玩出均衡策略 那我發球員 你去驗算 他往左發跟往右發 他的得分的期望值是一樣的 同樣道理 給定均衡的時候 發球員是一半往左一半往右 接球的那一方 他不管選擇往左還是往右 他的得分的期望值是一樣的 都是二分之一 這個特性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有時候大家不好懂 你會混合 就表示兩者帶給你的報仇是一樣的 不然你會選擇報仇高的那個方式做下去 歡迎另外一個例子好了 棒打棒球倒壘 好不容易一壘安打 你上一壘了 然後你在想說 你要不要倒二壘 實際上我們會觀察到球員 他們可能採取混合策略 他不是永遠要倒壘 他也不是永遠從來不到壘 可能是四季而動 有時倒壘 有時倒壘 從我們這裡的邏輯來看 當一個球員他選擇混合策略 類似局面 他有時候倒壘 有時候倒壘 表示他倒壘跟倒壘 所帶給他的期望報仇 也就是他透過倒壘或倒壘 對於這個球隊得分 進攻的一方得分的影響 其實是相當的 如果發生了他倒壘 能夠帶給這個球隊更高的得分幾率 他應該無條件 就倒壘 OK 失敗就失敗 但是他應該倒壘 勝過 不倒壘 如果會混合 如果會混搭 表示這兩者 表示這兩者 這個報仇是相當的 剛才一開始的時候 我給大家的賽局 server receiver 可以往左往右 然後報仇是這個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 四分之一 可是在真實的這個球賽 當兩個球員面對面比賽 可能因為他們的特質 他們的擅長 他們的體能 或是哪裡有受傷不一樣 我們進攻左邊或進攻右邊 的得分幾率不見得那麼對稱 所以更一般性的狀況 我可以寫成 我往左攻的時候 你往左手 我的得分幾率是A 我往左攻你往右手 我的得分幾率是B 一此類推 這次可以是一個更一般性的 一個賽局 只要這個ABCD 四者之間的關係 符合我們這張表 左上角的那幾個不等式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網球 發球的賽局 就仍然維持了 沒有存在任何的 Pure Strategy 單純策略 只要符合ABCD之間的關係 符合左上角那些柿子 那就會發現說 當我往左攻你往左手的時候 我會想換成是往右進攻 比方說C大於A 然後當我往右進攻你往左手的時候 你會想改成往右防守 如果這個1-D是大於1-C 諸如此類 但是 給定任何不同的參數 ABCD 我們這個賽局 都可以用剛才類似的方式 去分析他的混合策略 然後得到均衡的時候 然後 Surfer跟Receiver 各自在均衡的時候 會用多少的機率 往左進攻 或往左防守 現在要跟大家聊的一個問題是 網球賽的實證研究 Nash均衡的概念 跟混合策略的概念是 John Nash在1950 跟1951年發表的論文 短短只有幾頁的論文 所提出來的概念 這個概念 我們能不能夠實際上 對應到真實世界的網球比賽 來驗證 說這個Nash均衡的這個觀念 或者是混合策略的觀念 理論上的概念 是否跟現實的觀察 是可以吻合的 這件事情他可以怎麼做呢 其實1951年提出來的概念 一直到2001年 真正遲了半個世紀 50年的時間 有兩個經濟學家 Walker & Wooders 他們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上面他們收集了 溫布頓網球賽的數據 他們收集了這個 十場的 Grand Slam 大滿冠的這個 網球賽的這個 總決賽 Finals 然後他們就聘了一群學生 就是去看這些比賽 然後網球比賽的話 就是每一次發球 我們稱之為一個 Point Game 在這個Point Game裡面 就找這些研究助理去看比賽 然後用肉眼來判斷 發球員發出去的這個球 是偏左還是偏右 然後他們就收集這個資料 去記錄每一次的發球 這個球從落點來看 算是往左發球 還是往右發球 他就可以記錄這件事 那你要說他們有沒有辦法 同時也記錄 Receiver 防守的一方 是往左手還是往右手呢 這個很難 因為進攻的一方 球 小小的一顆 你可以看落點 但是防守 我們要去判斷說這個人 他預備他的身體 要往左還是往右 這個很難用肉眼判斷 而且有的人會做假動作 我看起來是要往左 其實我已經準備好了 要往右去接這個球 所以防守比較沒有辦法 把它量化做記錄 但是發球 我們可以追蹤球的落點 來記錄 球是Left or Right 然後在每一個Point Game 就是每一場發球 這樣子的一次的競賽 他們也可以收集資料去記錄 在那一球裡面 是誰獲勝 誰得分 他們大概就收集到這些資料 擁有這些網球比賽的錄影 加上記錄下來的這些數據 你覺得你可以怎麼樣 用這些球賽的記錄 來驗證 或者是來否證 Nash均衡或混合策略 在理論上面所講的一些東西 如果是你會怎麼做 我需要先說這個想法不是太容易 所以從John Nash的理論 到有實證研究出來 隔了半個世紀 隔了50年 但是在大概公元2000年 2001年的時候 一下子用類似的概念 有人研究 收集網球的數據 有人收集足球罰球的 有人收集美式足球的 當大家找到了那個 如何去驗證理論的 那個idea之後 大家就互相模仿 各種運動比賽都可以拿來收集數據 然後用類似的方式去檢驗理論 但是給定這些網球數據 你要怎麼跟我們剛才做的這些分析 能夠結合起來 然後你來說明 或是來說服還不懂理論的人 為什麼這套分析方法出來的東西 是有意義的 它不是bullshit或諸如此類的 大家覺得可以怎麼做 當然最直觀的方法就是 我們看兩個球員對戰的時候 每一個球員輪你發球的時候 你往左發球的機率是多少 往右發球的機率是多少 那有人想說 他往左往右發球的機率 我們拿來比對一下 跟理論推導出來的機率 是否相似 理論出來的機率是多少呢 如果兩個球員對戰 在不同的攻守狀況之下 server得到的得分機率是abcd的話 我們剛才已經算給你看了 大家回去可以自己當練習 發球員會往左發球的機率 會是這個c-d除上 這堆數字 看起來好像不錯 但問題是 真實世界裡面 你有辦法知道 不同球員對戰的時候 這些abcd的參數嗎 你不知道 這些是沒辦法觀察的 如果是教科書裡面的練習題 或者是考試題目 abcd就會先給你 然後就計算 然後就是很機械式的算 這個混合策略的均衡 然後你會就會算對 可是真實世界 背後的這個報酬函數 這個賽局表上面的這些數字 當我往左進攻 你往左防守的時候 我的得分機率是多少 應該要是多少 這是我們不知道的 我們要知道這個東西 我們也得收集數據 然後來估計出這個abcd 可是當我們要來估計出這個abcd之後 我們就很難用這個abcd 同時來檢驗 或者是來否證 納許均衡理論裡面所講的一些事情 所以這個方式不可行 我們沒有辦法直接計算或者統計 每個球員他往左發球 跟往右發球的幾率是多少 然後跟理論比對 沒辦法跟理論比對 因為理論上面存在的那些參數是多少 我們不知道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有什麼別的方法可以來驗證理論 有沒有同學要試試看 我們有的資料 就是每一球 發球的人是往左發還是往右發 找研究助理目測記錄的 然後已經每一球 最後是發球方得分 還是接球方得分 你就這些東西 然後我們可以知道說 每一次對戰 是哪兩個球員 對在一起 可能你跟不同的球員對在一起 你往左發往右發 你的得分機率會不同 因為每個球員有自己的特性 有他自己擅長跟不擅長 防守的角度 進攻的角度 好 有沒有同學要嘗試 試試看有什麼方法 我們這樣子講 在每一次發球的比賽當中 如果攻守雙方的球員 是根據我們剛才講的 這個納許均衡混合策略的故事 來進行對戰 那麼本質上面大家都希望自己的策略 不會被對方完全知道 大家會掌握到 make yourself unpredictable 所以攻方守方基本上都會使用混合策略 使用混合策略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你發球的時候 有時候你往左發 有時候你往右發 但是我們剛才講到了 什麼情況之下 才會讓一個理性的球員 有時往左有時往右 必然是你往左發球跟往右發球 所帶給你的期望報酬 是一樣的 如果你處在一個局面 你知道你往左發一定比往右發好 你就百分之百往左 你不會採用混搭左右的策略 如果你知道反過來 往右發一定比往左發好 這個球員就會永遠往右發球 你不會看到他有時往右有時往左 如果一個球員他會有時往右有時往左 必然背後隱含的事情是 我往左跟往右 他帶給我的報酬是一樣的 這個邏輯大家可以理解嗎 因為只要不一樣 你就不會混合 你就會選擇好的那個 當你會混合 就表示你選哪個都一樣 選哪個都沒差 兩個選項對你來說一樣好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就會得到一個特性 如果邏輯是照我們剛才所講的這樣進行 那我們就可以去看 都是你在發球的時候 在你往左發的那幾場球賽 你平均來說得到幾分 照理來說你往左發跟往右發對你來講 得分的期望值應該差不多 所以我們從數據上來看 當你往左發球跟往右發球 當你面對同一個對手的時候 你往左發球跟往右發球 你所得到的分數 應該在統計上面沒有顯著的不同 這是當年Walker & Wooders 所提出來的一個論證 這個論證得到了下面這樣的hypothesis A player must have the same probability of winning the point whichever direction he serves 一個球員不管他往左發球跟往右發球 他的得分機率應該要相當 那我們去看他實際上 往左發球跟往右發球的平均的得分 應該要是相盡的數值 大家猜猜看這個hypothesis 這個假設通過得了 這個數據統計上的檢定嗎 Yes hypothesis 1 passes the test 這篇文章 或是當同期大家用棒球 用足球 用美式足球來做的類似研究 都發現現實生活中的這些運動員 當他們採用混合策略的時候 他們往左往右 快速球或變化球 這些不同的 不同混搭的選擇 所帶給他們的這個 平均的這個得分是相當的 這個就合理化了 為什麼大家會混合 會混合表示往左往右 沒差 會沒差表示你怎麼做 在那個均衡的時候 他所帶給你的報酬是一樣的 但是從數據裡面 會看到有一件事情是理論跟實證不一樣的 這件事情叫做 Serial Independence of Choices 這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丟一個銅板 丟十次 第一次出現正面 第二次出現正面 第三次出現正面 你第四次出現正面的機率是多少 還是二分之一 但是如果你玩的是剛才這個賽局 你是網球發球的 在均衡的時候 你應該往左往右的機率是二分之一 在真實世界的人 大家為了要模仿 是那個隨機 會往左往右 大家常常為了模仿會學過頭 學過頭的意思是 我第一次往左發 第二次往右發 第三次 我好像不應該再往 我第一次往左發 我第二次往左發 第三次我好像不應該再往左了 大家就出現說 前面往左發 下一次他往右發球的機率就會特別高 然後在往右發球之後 在下一次往左發球的機率就會特別高 真實世界的人 為了要模仿那個隨機感 有的時候模仿過頭 變得很假 就是這次往左 下次就往右 這次再往左 變成左右交互 但是左右交互不是隨機 左位交互是這個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每次都是1 每次都是1 所以 前面講的 大家往左 左右混搭的時候 往左往右 帶給你的期望報酬 跟你的得分 是一樣的 相近的 可是即便是最頂尖的網球員 他們要模仿那個 randomized choice 的時候會模仿的不準 會做過頭 造成他每一次之間 他應該是用一個獨立的機率來決定 我該往左往右 但是他會出現前後的選擇 會出現相關 even the best tennis players typically switch from one action to another too often 但是這個現象其實是很普遍的 不只出現在混合策略的情境 在實驗室 因為不同的典型的賽局 大家都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when people try to generate random sequences they generally switch too often to be consistent with randomly generated choices 但是整體來說 這個 因為這個hypothesis one 所以我們從數據上來看 至少讓這個NASH均衡 跟混合策略的概念 得到了一些驗證 沒有問題的話 我帶大家看另外一個不同的賽局 然後我們來練習一下 如何思考 這個賽局的NASH均衡 包括單純策略 包括混合策略的NASH均衡 我們現在假設有兩個人 J跟K他們是朋友 或是他們是情侶 他們晚上 就是要一起 出去參加活動 但是因為種種原因 他們就失聯了 或者手機沒電 我大概每天下午到4點半以後 手機就沒電 聯絡就很困難 他們沒有辦法聯繫 但他們知道有兩個活動的選項 第一個是一起去 第一個是去看這個 芭蕾表演 第二個選項是去看這個 拳擊賽 所以B是for Ballet F是這個拳擊賽 這兩個人他們喜歡 一起參與活動 勝過獨立 勝過各去各的 所以兩個人最後如果各自去到不同的 各自去參加了不同的活動 他們都不開心 他們的報酬都是雷 他們希望能夠一起去參加活動 可是在一起的情況之下 J跟K兩個人的偏好不一樣 J更希望我們能夠一起去看芭蕾 勝過去看拳擊 所以在這個故事之下 J跟K兩個人各自面對兩個選項 Ballet and Fight 他們得到的報酬是這個表上面所示 那我要問 那我要問 這個賽局裡面 他有哪些的那區均衡 這個賽局在文獻裡面叫做 Battle of the Sexes 翻譯成這個 兩性大戰 兩個人約會 但是失聯 各自要猜說 我今天晚上到底該去哪裡 是這樣子的情境 但是我先補充一下 這個情境其實也有他寫實的部分 在真實世界裡面有一類 是屬於很實用很商業很高科技的領域 所遇到的狀況會 滿類似這個狀況 是什麼呢 是當新的技術開始發展出來之後 這個新技術該採用怎樣的規格 你可以想像成J跟K是兩家不同的廠商 比方說現在最新的5G的應用 或是新的這個電動車 或是電動機車 它的電池的規格 或者它充電或換電的 換電池的這個方式或規格等等 任何新的技術出來之後 一開始有不同的規格 如果每一家廠商大家用的規格 是不一樣的 彼此不能統一 那針對每一種規格所發展出來的技術 它沒有辦法享受到規模經濟 它的那個成本是高的 對整個產業都不好 當然會希望最終我們的規格是可以 是可以統一的 統一之後很多原件很多做法 可以標準化 標準化之後可以量產 可以降低平均成本 好不同廠商面對新技術 我們會希望最後大家都 都跑到同一個規格去 可是在初期的時候 你有你的研發 我有我的研發 所以會希望 在我們都走向同一個規格的時候 是你照我的規格做 你會希望我照你的規格做 你會發現 這個廠商新技術的規格 規格的選擇 似乎捕捉到了幾十年前 大家坦約會的兩性戰爭的賽局 所以有時候經濟學蠻好玩的 它的小故事講起來好像很生活 可是它又可以對應到現實當中很嚴肅的一面 在這個賽局裡面 它有哪些均衡 我們看到了 兩個人不約而同 都去到Ballet 這是一個Nash均衡 單純策略的Nash均衡 當我們在這裡的時候 沒有人想要轉換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兩個人都選擇Fight 也是 還有沒有第三個混合策略的均衡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 再加上我們今天時間有限 我請大家練習去用我們剛才講的Best Response Analysis 最佳回應分析法 去把J跟K 你就假設 J選擇Ballet的幾率是P 選擇Fight的幾率是1-P K選擇Ballet的幾率是Q 選擇Fight的幾率是1-Q 然後你去比照我們剛才分析網球的方式 在這個 P跟Q的圖譜當中 把J跟K兩個人的這個最佳回應方程式 都畫出來 P Q 然後都會在這個 0-1的這個框框裡面 大家去練習 把J跟K兩個人的最佳回應方程式都畫出來 然後來看他們的最佳回應方程式有幾個焦點 然後有沒有存在任何不單純的混搭了Ballet跟Fight的混合策略 OK答案當然是有 但是大家回去自己練習 但是我課堂上要講的東西是 從我們剛才所談到混合策略的一個特性出發 我們在要找一個賽局的混合策略的時候 有時候可以出現速算法 可以省掉這個最佳回應的分析 就是相對比較繁瑣 步驟比較多 去一一的把Best Respond畫出來的這個過程 有沒有辦法我們更快能夠看出 往左往右的這些做法 這種速算法我就稱它為D2 我們直接來思考這個 如果這個賽局當中存在混合策略 有沒有方法可以讓我們很快的來判斷 混合策略長什麼樣子 我們先來看J的問題 我們先假設這個賽局它存在混合策略 然後在混合策略的均衡底下 J有的時候會選Ballet 有的時候會選Fight 剛才看到這個Ballet Ballet Fight Fight 這兩個是單純策略的Nash均衡 但我們假設 如果是否存在一個混合策略的均衡呢 在混合策略的均衡底下 J一定是混搭了 有一個正的機率 會去看芭蕾 有一個正的機率 會去看拳擊賽 當J會有時這樣 有時那樣 這時候表示什麼 只要會混合 就表示J is indifferent 如果混合策略均衡存在 J會混合B跟F 就表示J 對於選B跟F 是沒差的 如果哪一個選擇的報酬 會比另外一個高 我就選報酬高的 我不會混合 我會混合 表示indifferent 沒差 Indifferent的意思是什麼呢 Indifferent的意思是 我J當我選擇Ballet的時候 我的期望報酬是多少 有Q的機率我得到2 然後有1-Q的機率我得到0 這是我J選擇Ballet的期望報酬 那麼我J選擇Fy的期望報酬是多少 有Q的機率我得到0 有1-Q的機率我得到1 我會indifferent 表示我選Ballet或我選Fy 我得到的期望報酬是一樣的 所以這兩個期望報酬的數值會相等 他們會相等表示什麼 Q必然等於1 3 不然他們不會相等 但是Q是什麼東西 Q是K 我們在分析J的問題 但是Q代表的是K 去選擇Ballet的機率 我們分析J所面對到的問題 結果最後得到K所面對的選擇 這個機率Q必須要等於1 3 所以Q是這個 K's probability of choosingBallet 我們就解出來了 在混合策略的時候 K一定是要用Q等於1 3 這樣的機率來混搭 他3分之1的機率去看芭蕾 3分之2的機率去這個 看拳擊賽 我們先把數學計算的部分走完 然後我再來回過頭來跟大家討論 為什麼這裡的邏輯看起來這樣怪怪的 我們再來看K的問題 另外一 在混合策略均衡的時候 假設K K也在混搭 他有的時候選擇Ballet 有的時候選擇拳擊賽 K會混搭必然表示K is indifferent 他對於去Ballet還是去拳擊賽 能夠帶給他的報酬 他自己的主觀判斷 兩者是一樣的或者是沒差的 K會覺得Indifferent 就表示當K選擇去Ballet的時候 P的機率他得到1 1-P的機率他得到0 當他選擇去Ballet他得到P 當K選擇去拳擊賽的時候 我們看到P的機率他得到0 1-P的機率他得到2 所以1-P的機率他得到2 K去Ballet還是去拳擊賽會沒差 表示他去Ballet所得到的奇王報酬 跟他去拳擊賽所得到的奇王報酬是一樣的 這個一樣就表示了P必然要等於3分之2 所以我們從K的行為可以得到P要等於3分之2 但是這個P是一個跟K無關的變數 這個P所指的是J會選擇Ballet的機率 好所以我先把我們的數學算完 我想發展出一個數算法來找混合策略均衡 假設混合策略均衡存在 而且在這個均衡當中 J跟K都在混搭不同的策略 因為J的混搭行為 我們得到了K所混搭的機率 必須要是3分之1的機率選巴雷 3分之2的機率選拳擊 所以我們從這裡延伸過來 我們第三個NASH均衡是多少呢 我們第三個NASH均衡是多少呢 我們第三個NASH均衡就是對 对J来说 他有 对J来说 他三分之二的 对J来说 他选择巴雷的几率是三分之二 他选择这个拳击赛的几率是三分之一 对K来说 他选择巴雷的几率是三分之一 他选择拳几赛的几率是三分之二 这是我们的第三个纳续均衡 用速算法 大家回去用最佳回应方程式的分析法 应该会得到同样的结论 然后你会看到有三个纳续均衡 但是我们现在要回来解答的问题是 这种分析方法的逻辑为什么这么奇怪 为什么我在看的是J的行为 但是他最后帮助我解出来的却是K的几率 这个是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而这件事情会跟另外一个东西连在一起 就是混合策略里面的这个几率 混合策略里面的P跟Q 对应到真实世界里面 它到底代表的意涵是什么 刚才在网球比赛里面混合策略 我二分之一的几率往左发球 二分之一几率往右发球 真实世界里面你不会看到球员先丢铜板 而真实世界里面你会看到球员 在发球的那一个刹那 他已经想好了我这一球要往哪里发 然后他的整个身体的协调性 他的肌肉的运动 都是配合他已经决定好的这个方向 那么当你看到J跟K 我们在真实世界看到人 要去跟别人碰面 然后要猜说我该去哪里的时候 我们大家也不会是真的说是丢一个骰子 或是打开Excel 然后跑一个乱数的函数 然后再决定说我今天晚上要干嘛 我们不是这样做 我们不是这样做 那所谓混合策略里面人选择几率 然后再根据那个几率分配来决定 他该往左还该往右 所表达的意义是什么 我简单跟大家诠释一下 在Battle of the Sexes 两性大战的情境里面 如果你真的 深至其中 来玩这个游戏 然后你的对手你又不认识 然后又没有跟他有机会沟通 大家的感受会是什么 感受是很茫然 很茫然是说我也不知道我要往左走还往右走 我也不知道我要去 去这个芭蕾还是去拳击赛 我很茫然 然后我只能猜 我去哪里好像都没差的无所谓 大家不自觉会觉得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不知道怎样做比较好 怎样做对我来讲都差不多 当你在这样的思考 怎么做对你都差不多 所以你就随便选的时候 隐含着你似乎已经假设了你的对手 会是用Q等于三分之一的这个几率 来决定他要去芭蕾 用三分之二的几率来决定他要去拳击赛 如果你的潜意识里面 你的大脑的生成在计算的时候 不是认定Q等于三分之一 是说这个Q等于三分之二 那你应该很明确啊 你应该说那我就知道 对手比较有可能去芭蕾 那我就去芭蕾 那我就很大的机会可以遇到他 那就皆大欢喜 但是当人真的会觉得很茫然 不知道该怎么选 所以随便选的时候 背后可能隐含着 如果我们要把这个人的决策 是用一个理性的模型 可以来诠释 可以来解释的话 背后他不自觉的已经假设了Q 是等于三分之一 才会让他怎么选 得到的期望报酬差不多 在差不多在一样的情况下 他才会随便选 他才会随机选才会混搭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Q 名义上算是K选择去芭蕾的机率 但是我们更加可以诠释成是 J对于K会怎么选择的一个认知 这两个概念是可以切换的 名义上我们讲混合策略 然后说K用Q的机率去芭蕾 可是真实世界K并不是 并不是拿出一个机率出来 算然后丢骰子 来决定他要去哪里 并不是 而我们混合策略的这个模型 这个概念 真正要捕捉的是 我们很多时候在做决策的时候 我们对于别人会怎么做 我们是不知道的或是不确定 然后当我J在做选择的时候 我面对这样的不确定 我面对这样的不知道 我面对说我就随便选 其实就隐含了我J里面的认知 是我的对手 大概就是Q的机率去芭蕾 1点Q 1分之1的机率去芭蕾 2分之2的机率去全职赛 才能够合理化 我对于我的两个选择该怎么选 觉得都差不多这样的状况 所以这个Q 一方面是Case Probability of Choosing Ballet 另外一方面我也可以把它诠释成是 J对于K的行为所形成的认知 跟形成的预期 我不太知道它会怎么做 但是我仿佛就认知 我预期到 它会有Q等于3分之1的机率是选芭蕾 3分之2的机率去选这个 拳击赛 然后这样子才能够对应到 才能够合理到 我J最后是有可能 我可能会混搭芭蕾跟拳击赛 这样子的混合策略的行为 同样的情况也运用在这里 当我们分析K会采用混合策略 它怎么做都没差 或者它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 其实反映了 P等于3分之2 一方面是J去巴雷的几率 但是我们更可以把它诠释成 这个P是我K对于我的对手J会怎么做 所形成的一个预期 然后我预期它选择芭蕾的几率是3分之2 诸如此类 然后才可以合理化 我K会混搭芭蕾跟拳击赛 时间的关系 我这边先停在这里 从这点出发 可能它会有一点吊诡 大家想的时候 有可能会脑筋打结 那我们下个礼拜先照时程来安排 我们这学期唯一的一次考试 那在考试之后 我会更深入的再跟大家讨论 混合策略它所代表的意涵 我们该怎么诠释 我们下个礼拜